嗨,亲爱的小宝贝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鸽子酱讲绘本,我是鸽子。 今天,鸽子要跟大家分享的绘本是,今天运气怎么这么好? 有一天,大灰狼乌鲁走进五睡林,小猪们正在那睡午觉呢。 哇,这么多,今天运气怎么这么好呢? 它怕吵醒小猪,小双的数了起来,一只,两只,三只,四只,嗯,十一只,十二只,十三只,十四只。 数啊数,可是怎么也数不完,这么多,我一个人也吃不过来呀。 今天运气怎么这么好呢? 对了,我要去告诉大家。 乌鲁笑嘻嘻地跑开了。 乌鲁来到好朋友哇吴的家,叮咚,哇吴,你在家吗? 我到五睡林这么一看,你猜怎么着?黑鸭鸭的一片。 刚说了这么一句,嘎吱,门就开了。 黑鸭鸭的一片蘑菇是吧? 我刚才还去五睡林采过蘑菇呢,你看我做了一锅香喷喷的咖喱蘑菇。 乌鲁,咱们一块吃吧。 哇吴笑咪咪地说。 说完。 嗯,好吃,真好吃,这么多牛奶和蘑菇,太好吃了。 然后,温elim又送给她好多咖喱蘑菇。 嗯,要是喜欢,就带回家去吃吧。 乌鲁笑咪咪地走了,呵呵,今天的运气怎么这么好呢? 啊? 对了,忘了告诉她小猪的事了。 算了,去古鲁鲁的家吧 叮咚 古鲁鲁,你在家吗? 我去武水林的时候发现了一个秘密,你猜 刚说到这儿,嘎吱,门就开了 我也在武水林里发现了一个秘密 那里结了好多苹果 所以你看,我做了苹果派 来,我们一起吃烤好的苹果派吧 古鲁鲁开心地说,说完 好吃,真好吃啊 苹果烤得软软的,太好吃了 然后古鲁鲁又送给他好多苹果派 你带回去吃吧 古鲁笑咪咪的走了 今天运气怎么,怎么这么好呢 啊,又忘了要告诉他小猪的事了 啊,算了,去贝罗家吧 叮咚 喂,贝罗,你在家吗? 告诉你,武水林里有好多 刚说,刚说到这,咖吱,门就开了 我也在武水林里,挖了好多白薯 我用白薯做了香喷喷的油炸饼 来,乌鲁,咱们一块吃吧 贝罗开心地说 说完,哇,好好吃哦 又酥又脆的,太好吃了 临走的时候,贝罗又送了他好多油炸饼 我做了好多呢,你拿回一些去吃吧 今天运气怎么这么好呢 乌鲁抱着一大堆好吃的,笑咪咪的回家了 晚餐是香喷喷的,香喷喷的油炸饼 还有咖喱蘑菇饭,甜品是苹果派 呵呵,今天的运气怎么这么好呢 不过,我好像忘记一件事了 什么事呢 哎,算了,管他们,我要开吃啦 就在这时 哦,小猪们打着大大的哈欠爬了起来 嗯,睡足了 苹果真好吃,肚子饱饱的 睡得好香啊 今天运气可真是好啊 走,咱们回家吧 啊,我想起来了 好了,小朋友们 今天的故事就讲完了,我们明天再见 晚安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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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